我是中金苑代表王立榮 那今天介紹我們中金苑 7月1號我們是36歲的生日 那中金苑是在1981年正式成立的 那大家可能有幸印象 那個68年民國68年 1979年台緬斷交 所以那時候中金苑成立 為了就是風雨深信心 那我們要自己自力自強 所以這個叫研究世界各國的經濟狀況 然後給我們政府做一些參考研究 那我們是一個客觀獨立超然的一個單位 有自己的看法 那我們現在中金苑大概有3個所 跟13個中心 那那時候一開始成立的時候是為了研究大陸 所以大陸所先成立了 那知己知彼 再來是我現在服務的國際所還有台灣所 那其他的中心陸續的成立 那有這個WTORTA中心 那是台灣在WTO上面所有的後面的資源 都是我們中心在做 那我還有經濟展望中心做預測 那我在這個中心也擔任過5年的主任 還有財經策略中心做一些推廣的工作 去發展綠色經濟 那綠色經濟我們做得非常的好 那日本中心這個也是跟日本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交流活動 在實質上有很重要的一個成果 那還有其他的中心我就不一一細數了 那中金苑剛才提到的是1981年成立的 我們在賓州大學的這個全球智庫的調查裡面 是在亞洲裡面是排名 其實已經update一下是23名 那台灣大概有7個智庫有入選 那我們這次參加這個計畫 主要是在網路服務跟電子商務部分 那這個其實跟我們配合的公司 這邊沒有列出來 大概因為我本身在台灣金融延續院 擔任過副院長 那邊現在有一個計畫 然後也參加這個政大的Fintech中心 就是這個我們前金管會主委王麗玲 他主持的那個單位 那今年有得到一個科技部的案子 也是在那邊一起做計畫 所以當然各位同學進來 跟我的部分就是在從事這方面 那我們另外一個戴智岩同事 他在公演院在商發院都有擔任過 所以他在網路服務跟電子商務的部分 有做很多的研究 那在我們那個中金苑的那個攤位上面 有一個攤棒後面 有寫到我們主要做的一些題目 那代付研究員他主要是在做數位經濟的 這個發展推動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我的部分就是在做經濟沙盒 金融科技沙盒的部分 那因為我的時間到了 那因為我們這個部分就是 可能還會去訪談這個City Bank 花旗銀行 還有這個玉山銀行等等的 那我們有一些陸陸續續的合作單位 會一起進來做 那歡迎各位同學到我們攤位上去參觀 跟大家來面談 謝謝 謝謝中華經濟研究院的介紹 謝謝